沒有想到在南海出現了斧頭幫 這個畫面大家看得非常非常驚訝 地點就在南海的 仁愛島礁的附近 在菲律賓他們也公布了 雙方都各自公布畫面 菲律賓的船 他到了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的海警 三面就把他包夾起來 而且他們一出來 他們拿的居然是人武器 拿斧頭直接要喝吃他們 然後有的拿匕首 匕首 甚至聽說現在菲律賓那邊指控說 他們拿了斧頭 居然把他們的 菲律賓的相關的海巡人員 把他們切斷了他們的手指 把他斷指 現在這個畫面一出來 三面全部都是 中國大陸海警的船 中間是菲律賓海巡人員 你看到畫面很明顯的 就是斧頭了 奇怪了 為什麼雙方沒有拿槍 更妙的是 菲律賓的海巡隊裡面 他們其實是有配備步槍的 有步槍 為什麼不拿出來對峙 就沒有想到槍是連拉鍊都沒有打開 就在袋子裡面 所以你剛剛看到他們 就這個畫面 勾過來這個黑袋子 是中國武警 海警 他們把袋子勾過來 那個黑袋子裡面 就是菲律賓的步槍 菲律賓的這些海巡 他們是有武器的 怎麼不用 怎麼人家用斧頭 這個以前的傳統的武器裡面 反而就解決了 你是有步槍的 這個照片上這一位 他就是聲稱 被大陸拿斧頭 斷了他的右拇指 就是等他斷指 而且包括他們這個所謂的手機 通訊的設備全部都被砸爛 剛剛斧頭剛剛都講過 剛剛畫面裡面可以看到 三面全部都是中國大陸海警的船隻 菲律賓硬殼船 就硬殼體就在正中央 等於說是包夾的一個情況 菲律賓的海巡就講說 我們的菲律賓的人員穿戴 核色的迷彩服 頭盔還有背心 沒有攜帶武器 中國大陸的海警就講說 他們表現非常的專業跟克制 沒有對菲律賓人員 採取的這一些比較強硬的措施 雙方各自公布影像 然後各自都覺得自己做的沒有錯 當然彼此都講說 那個地方是屬於他們的 日本的媒體他有解讀 他說這個凸顯了 中國大陸在南海的 切香腸的一個戰略 關鍵在什麼 因為有豐貨的這些石油天然氣 非常重要的地方 當然還有包括交通 那個要道的地方 上海國際關係的學者 沈丁利他就講 美國如果介入的話 這個會有一個 中國會克制 另外一個是威責利會失敗 所以不管在哪邊 後果都是全球性要去面對的 這個發生之後 學者之後可能會被認為 是一個戰爭的影響 所以這個事情 有沒有可能整個正義會擴大 這要請教民歌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中飛海上衝突由來已久 實際上已經延續好幾年 但最近這幾個月 看起來越來越激烈 終於發生了 雙方就好像中印之間一樣 用冷兵器這樣作戰的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剛剛周早講的有一個 不太對的地方就是 那個不是菲律賓的海巡 那是菲律賓的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 他是特種部隊 他是特種部隊 那應該更有戰力 是 所以這就是吊詭的地方 也就是第一個你想想看 有哪一個海巡 會在海上穿迷彩服 對不對 所以他是特種部隊 那你派特種部隊來 請問你想幹什麼 實際上當天菲律賓是 兵分六路 他從六個方向 想說接近仁愛礁這個地方 進行運捕 然後想說我有六艘船 你攔不住我 因為他是六艘快艇 結果沒想到 中國大陸早就知道他要來了 所以他六艘船 全部都被攔住 衝衝都被包圍這樣 對 全部沒有辦法過去 那這中間他們就是 中國大陸想要登船檢查 因為他們的海警3號令 發布之後 他們認為在自己的 領海範圍之內 我有權登船檢查 然後你如果不配合的話 人愛島礁那邊 現在不是都是 中國的海警在那邊巡 是 因為 菲律賓是故意去測試嗎 不是 因為人愛礁那邊 有一個瑪德雷3號 是菲律賓之前在1999年 故意在那邊坐攤的一艘船 然後菲律賓就是之前過 以前是運送一些生活物資 那中國大陸都放行 可是最近這幾個月 菲律賓想要去加固那艘船 想要徵艦 把那艘船補強 讓他們能夠在那個地方 居住得更久 大陸當然不願意 所以有島礁 然後像弄個船 是 所以其實就是 中國大陸說 如果你是送生活物資我就算 可是你送艦材 所以我不能容忍 所以為什麼大陸海警 要登船檢查 就是看你有沒有偷運艦材上去 所以打算那個船上面蓋一個 然後能蓋多大就多大 對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等於實質佔領 我在上面站得越久的話 他就等於說 國際上比較倾向於承認 這個島礁就是他的 所以菲律賓就是採取這種戰術 大陸就是要阻斷他這種企圖 所以現在就開始全部打 你說雙方會不會變成戰爭 我個人認為是不會 因為你看大陸不管怎麼樣 他附近解放軍的軍艦其實很多 可是他出動的都是海警 然後菲律賓這一次 是用特種部隊試探 然後他們其實出發的時候 他們的司令有明令他們 絕對不能用武器 所以他們才赤手空拳 然後後來他們這些 特種部隊被俘虜 所以兩邊互相測試 但是彼此很克制 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除非美軍介入 不然的話菲律賓怎麼可能 會是大陸的對手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認為美國會介入嗎 美國不會的 美國的目的 只是要讓國際同情菲律賓 覺得說大陸在南海很阿爸而已 這個其實是一個宣傳戰 現在才剛剛開始 好 另外一個宣傳大戲 我們可以看到普京 跟金正恩兩個人 開車 互相接兜風秀 直接來看這個畫面 6月19號 普京他到平安訪問 他送了這一個豪車 是俄羅斯的豪車 一開始是普京載金正恩 後來開到一半 換成是金正恩載普京 而且普京還做出一次 不要這樣看板的這種手勢 當然後來兩個人是平安的抵達 坦白講一般的元首 一般很少在開車 所以我如果被對方載 我會害怕 我說你到底會不會開車 你放心 金正恩四歲就是開戰車 真的喔 那難怪 但普京呢 普京應該也是很會開 但是如果是元首載 我坦白講一般人 可能會懷疑一下說 你平常都是讓人家載的 當然現在彼此 不只是開車都豐秀 還有簽約 要當成彼此的軍事結盟 現在大家開始討論 中國到底心情是如何 會樂見 還是說中國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紐實說其實金正恩賺到 但是中國是頭痛的一個狀況 美國國務院的前亞太助親 羅素他講說普京是拉攏金正恩 北京在北韓影響力多了一個競爭者 金正恩想要降低數十年的 依靠中國的負資產 中國成為潛在的輸家 但是美國難道聽起來 他不緊張嗎 請教兵哥 其實我覺得這是故意在 就是第一個想要挑撥 中朝二之間的關係 第二個是要降低美國自己的尷尬 實際上俄羅斯跟北韓的關係 更緊密對誰影響最大 怎麼會是對中國 當然是對美國影響最大 變成美國過去這幾年 跟南韓在那邊舉行的數十次軍演 不是都白演了 因為完全沒有威嚇到北韓 反而讓他跟俄羅斯更緊密 所以這是美國在戰略上 一個重大失敗 我老實講 在美國的傳統戰略 他應該是要盡量離間 北韓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讓他們三個之間不合 你全部不能連起來 這個對美國最有利 結果現在美國的戰略 剛好相反 是把這三個國家逼在一起 然後這三個國家 現在聯合起來對付他 這剛好是跟他們戰略 想定完全相反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些媒體真的不要胡說八道 現在是美國最頭痛的時候 好 觀眾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